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干空气笼罩的影响 全台各地依旧是相当晴朗而且干燥的好天气 太阳高高挂的相当舒服的好天气 而预计呢这样子的好天气明天还会持续下去 但是呢在礼拜四礼拜五南方水期北上之后 各地的云量都会增多 甚至呢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今天呢就是受到干空气笼罩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是艳阳高照 太阳高高挂的好天气 湿度呢也逐渐的降低了 真的是很舒服很舒适 预计明天呢还会维持这样子的天气 不过可以看到呢 目前在南方有一些水气开始发展起来了 预计呢在礼拜四开始 这些南方水气就会逐渐的北上影响台湾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 受到南方水气的影响 全台各地的云量都会明显的增加 甚至呢在山区以及东部地区 还会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争雨 而接下来呢 礼拜六有一个空岛 但是礼拜天呢 新的一波蜂蜜云系 又要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了 所以受到这波蜂蜜云系的影响呢 北部跟东部地区 又会在礼拜天开始转成湿湿凉凉 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个未来这几天的收假日 礼拜天这天 天气状况呢会是最差的一天 如果大家呢要回家的话 一定要记得提前上路 小心交通拥塞了 好进一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了 接下来礼拜四礼拜五呢 刚刚提过了 受到南方水汽北上的影响 在东部地区 以及靠近山区的地方 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争雨哦 接下来这几天 礼拜四之后 都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提醒您啊 外出的时候 最好是攜带雨去出门 以便不时之需了 礼拜四之后 天气状况会变得稍微不稳定一些些 至于在这个风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呢 东北风南下的程度 就已经很明显的减弱了 所以北方的冷空气呢 已经没有在南下影响台湾了 今天呢 各地的气温很明显的回暖当中 而预计呢 在明天后天 更会转成偏东风 甚至是东南风 所以气温的部分 还会持续的再往回升 什么时候呢 气温才会再度的往下滑呢 目前看起来 要等到礼拜天 风面雨期过了之后 北风呢 再度的增强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气温才会再度的往下滑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了 北部地区呢 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暖乎乎的好天气 高温呢 都可以达到24度到25度左右 相当舒服的气温 只是特别提醒您了 清晨跟晚上的低温呢 还是会降到只有13度到17度 所以提醒您 昨晚外出还是要记得 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至于在天气形态的部分呢 刚刚提过了 礼拜四礼拜五 受到南方水期北上的影响 北部地区呢 云量都会增多的 其实全台各地都是 同时呢 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有机会出现一些 零星的短暂云 所以提醒您 礼拜四礼拜五 各地的天气状况 都是比较不稳定 最好外出携带雨季会比较保险一些 而接下来呢 礼拜六天气状况会超转一点点 但是呢 在礼拜天新的一波风明雨季南下之后啊 恐怕呢 北部地区又会再度的下起 明显的降雨 同时气温呢 也会再度的往下滑 转成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好 南部地区呢 同样的也是啊 在礼拜四礼拜五 会受到南方水汽北上的影响 天气状况会比较不稳定一些些 靠近山区的地方 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云 提醒您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外出期待雨季出门 比较保险一点 而至于呢 在气温的部分 也是持续的回暖 到了礼拜五礼拜六呢 高温更渴望来到28度左右 有一些闷热了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中南部地区都是相当舒服的气温 最后给大家一点叮鸣跟敬意了 寒流持续的在减弱 所以其实呢 外来这几天 各地的气温持续的回暖当中 在礼拜六之前呢 都是相当温暖的天气形态 只是呢 在礼拜四礼拜五 受到南方水汽的影响 全台各地的云量会变得比较多一些些 不像这两天这么晴朗的感觉了 会转成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 同时呢 在靠近山区以及东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零星短暂云 提醒您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呢 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前往这些地方 最好是席带雨季出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